各位朋友,我是陳雲 剛剛在印度舉辦了G20高峰會 即是20集團國的高峰會 這是一個雞棚來的 因為它是一些發達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一起搞的事情 很多大國元首都去 故此是一個給面派對 而且偶然也有些異情 這次G20就在印度舉行 拜登老爺給面出席 照計應該很多人都會追上去 但是法國總統不去 普京不去,俄羅斯總統當然不去 去到怕印度快一朗鎂捉它怎麼辦 因為它是被國際法庭通緝 之後我國主席,習主席又不去 很多猜測,要不就是中國經濟衰退 裡面很多問題 另外一樣,美國派特使去中國 每次都沒有好結果 布林肯去,耶倫去 國務卿和財政部長去 招呼得很普通 幾乎落他臉的臉 又沒什麼反應,沒什麼好處 換了前一陣子商務部長雷蒙多去 好好招呼他 打算可以減一下關稅 談一下,用不需要撤除 投資高科技的禁制令那些 誰知道雷蒙多一口說 美國國家安全的東西是沒得商議的 No negotiation National security 搞到中國沒有了 於是習主席就不去印度了 免得見到拜登 一來就沒有好結果 二來可能被他諷刺一兩句都不頂 果然是 拜登昨天自己爆料 說他見了我國總理李強 就做了很親切的會談 毫無對抗性的 談一些大家共同發展的穩定計劃 又說到Global South 即是全球南方發展議題 所謂Global South 以發達的國家 歐美、日本、中國都包埋 就援助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計劃 但是言喊之意 拜登諷刺中國 他說中國經濟很差 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拖累 而且政策亦有很多失敗的地方 深陷危機裡面的中國 是沒辦法攻打台灣的 他實際說現在中國忙碌得 不可開交 哪有空去攻擊台灣 而且他還攻擊中國最近 叫部門 國家沒有發聲 不過部門暗中叫高官 或者個別部門的官員 不准用蘋果手機 iPhone 拜登老爺就說 這種有點像改了貿易的規則 即是說可能會有報復手段 這頭拜登說中國沒有心機攻打台灣 但是另外一邊 美國眾議院那頭 國會那頭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 Mike Gallagher 格尼格主席 就說由於中國經濟衰退 危機深陷 所以會用民族主義來掩蓋這些危機 其中一樣東西要做的就是攻擊台灣 美國軍方印太司令國防部的副部長 都說中國會攻擊台灣 一會兒我會再介紹一下 美國的新盟國印度也都說 如果台灣發生戰爭 印度就會另劈戰場 來拉扯住中國 牽制著中國 使他不可以這麼作死 只會派兵去台灣 都要派兵去喜馬拉雅山崖阿虎才行 為什麼拜登老爺說的話 跟美國國會 美國軍方 和印度盟有說的不同 很難觸摸 實際在玩什麼呢 我不妨在這裡公開一些東西給大家聽 因為美國快要大選 快要大選 通常就會抄襲對方的政綱 即是政敵的政綱 甚至他的風格 你剛才看拜登老爺的說話方法 以及跟幕僚、官員、議會、盟友 互相衝撞的方法 有點像誰呢 有點像前任的 像前任 總統特朗普 即是說拜登特朗普化 這一下是我觀察到出來的 以前特朗普上台玩什麼呢 政治上他很清晰的 你聽我說 肯加一些關稅 不要抄知識產權 那好好的跟你做個朋友 We are nice friends 不聽話就是這樣 他對中國和對盟友都是一樣 政治上是相當清晰的 不過特朗普在經濟上是很曖昧的 很難觸摸的 有時又說加關稅 有時說不行 有時說你是貨幣操控 有時說你拿了一些科技 去做國防用途 違反當初的承諾 這叫做Economy of Uncertainty 經濟不確定 現在拜登除了玩這件事之外 還加多一件事 因為拜登上台之後 很流行拉幫傑夥 跟盟友一起玩的 以及整班幕僚是很一致的 說話口徑一致 現在忽然間不同了 拜登說的說話 中國不打台灣 印度說不是他會打的 接著他在喜馬拉雅山搞些事 分散他的兵過來 美國國防部印太的司令就說 不是我們準備了很厲害的武器 來對付中共 接著美國國會 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主席 中國競爭關係委員會主席 Mike Gellinger 就說 中國是會打台灣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現在在玩什麼呢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這是我觀察出來的 政治上的不肯定 不確定都可以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知道中國多難 亦需要一個外圍穩定的環境 才可以多難興邦 外邊納納亂 特別是美國 居然舉旗不定 玩了孫子兵法那些 實則虛之虛則實之 很難觸摸 這就是考喜 稍後還有一些考喜事給大家看看 稍後的考喜事就叫做出口術 這是特朗普很流行的 拜登老爺自己說話 有些論盡 走路有時迷失方向 這些發言考語事就自己不做 就交給幕僚 在昨天 美國駐日的大使 駐日本大使 叫做易曼劉 這是中文譯名 Ram Emanuel 他在9月8日 在社交平台Twitter 現在叫做X的 不知為何 本老闆 他用日文和英文 即是英文 台山話叫英文 就在這裡單單打打 這個在畫面見出來了 上面就是日文 下面是英文 那麼他說什麼呢 他說最近外長秦剛 不見了 中國失蹤 火箭軍司令 中國的 李玉超 又不見了 國防部部長 李尚福 兩個星期都未露面 然後他忽然文學上身 這個讀文學的好處 他說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內閣陣容 就是Cabinet Members 政治局委員的內閣官員 就好像Akatha Christie 其中一個小說叫做一個都不留 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即是跟著都離開了 先是外交部長秦剛 跟著火箭軍司令員 現在國防部長李尚福 都可能離開了 兩個星期都不出來 究竟誰會贏得失業的競賽呢 究竟是中國青年人失業贏 還是習近平主席的內閣官員呢 嘩 寫到這樣也有 不明是激氣 這些叫激象法 三十六計裡面的東西 你看到是不是想激某些人 當然啦 皮起好不會激傷 說回拜登老爺 拜登老爺去完印度之後 咬完招之後去哪裡呢 當然去越南 近近的 他去越南就是 將越南關係跳級 你知以前南北越戰爭 即是我出生的時候是打仗 Rambo的背景都是南北越戰爭 現在不同啦 唯有用越南來牽制中共 唯有多些投資 現在越南跟美國 忽然間的關係跳級 變成全面戰略夥伴 真是 名字聽起來 使得人好像回到江澤民 胡錦濤時代 就是這樣 Bill Clinton和江澤民那時候的關係 中美關係 現在不是呀 現在到了美越關係 真是風水輪流轉 剛才我隱約提到耶倫 就是Janet Yellen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去了印度開會 都有份壓招 吃花生 拜登老爺說 中國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拖累 經濟不太行 說得也挺客氣的 耶倫的說法是怎樣呢 就是倒轉 中國經濟衰退和不怎樣 是會拖累全球經濟發展的 這個又是唱反調 幾次特朗普以前跟幕僚 譬如John Bolton那些口吻 耶倫還在說 因為中國在防疫之後 那個報復性消費 相當諷刺 居然無料到的 那個消費很弱 內部消費指數 CPI那些很弱 Consumer 什麼index 接著就是 房地產債務嚴重 勞動力就開始萎縮 因為人口老化 和生育率減少 這是我們最後一代 謝謝 差點是耶倫想說這句 不過他普通話不太行 所以說不到了 接著他還抬舉印度 他說印度在今年早前 大概是春季左右 人口正式超越中國 成為最大的人口大國 故此印度今次主辦 G20 是有與中國爭奪領導權的 而且印度總理莫迪 還說印度是Global South的橋樑 透過印度就可以去到非洲 投資和中南美洲 因為美國主張IMF 即是國際貨幣基金會 和世界銀行 投資兩千億美元 去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起美注 因為中國那些一帶一路 很多是欠債 難美那些 債務不行那些 及時雨就來了 接著冷手撿熱箭堆 鑽玩這些東西 印度有美國很支持 那些戰爭果然是豐蘇 說自己是Global South的領導 說回台海戰爭 因為我以前也在這裡說過 很多人留言 說中共沒有能力打台灣 美國的能力很強 我的反應很簡單 戰爭不是講軍火 也不是講戰術 戰爭是講戰略 Strategy 不是講Tactics 當然重要那些 但是戰略是什麼呢? 戰略就是政治的伸延 美國是需要一場台海戰爭 來教訓中共 但是時間要他們控制 所以現在出口術 說2025 之前說2027 現在提早 可能一些武器 生產得順利 部署、盟友搞得怎樣 在8月31日 美國前國安顧問 都是國安 不過是國家安全顧問 美國那些 Robert O'Brien 中共恐怕在兩年內 就會侵犯台灣 他的語言是侵犯 我的說法就是 統一台灣和解放台灣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 我是講O'Brien 說的話 他說是侵台 美國就要協助台灣備戰 為什麼2025呢? 因為當時美國大選剛好完結 新總統上台 不知道是拜登連任 還是特朗普回來 還是其他人上台 是一個空窗期的 即是兩個總統 新舊交接 或者是自己連任也好 中國經濟衰退 深陷危機 需要轉移視線 民族主義就是最好的利器 所以O'Brien 說有機會攻打台灣 O'Brien 在全球台灣中心 GTI 那個美台工作小組擔任主席 他是前國安顧問 現在退休了 他在那裡說這番說話 說中國會在2025年攻台 之前就是前印太司令 Philip Davidson 在2021年就說 中國在六年之內會攻台 即是2027年之前會攻打台灣 現在提早了兩年了 Robert O'Brien 說美國要替台灣備戰 那些盟友一起練兵 聯合操練 美、日、韓、合作計劃 當然他就不用說了 他是專講武器的 因為武器是賺錢 他說幫台灣各艦各做 即是幫他 除了賣東西給他之外 幫他自己做戰艦 以及賣AK47給他 以及很多小型的武器 那為何會賣AK47的呢 即是準備 大家聽清楚 即是準備共軍登台的時候 是要有城鎮之戰 早前應該都是昨天左右 台灣政府 台灣當局 說得正確一點 就會向美國採購 七十多萬顆的手榴彈 這件事嚇倒美國 不是嚇倒美國 嚇倒台灣的民眾 台灣的民眾經常都想著 甚麼不是用空軍 愛國者導彈 無人機 哈馬斯火箭炮 這些緣情攻擊的東西 來解決的嗎 甚麼預了登陸 AK47要買 手榴彈也要買 這下看到美國的看法 有機會讓他在海岸玩一會 方便制裁 到時台灣要頂一會 移民到台灣 南部的副部長 Kathryn Higgs 希克斯 就說美國是為了應付中國龐大的敵人 因為他會用海空軍在台海作戰 以及攻入台灣 他準備了一個叫人間煉獄計劃 這個不知是受誰的影響 這個名字 Hellscape 英文叫 說會在24小時內 派很多架無人機 封群而出 攻擊中國大陸那邊的大量目標 這個無人機的計劃叫做 replicator 即是複製計劃 目前是打算將無人機的價錢降低 這個比較難 因為我們中國的無人機價錢是最便宜的 美國要降低價錢 要慢慢想 所以還是不用擔心 在7月份印太司令現任的阿基洛常將 John Aguilino 就說這個Hellscape的計劃 人間煉獄計劃 就會在24小時內 要攻擊中國境內的1000個目標 厲害 這些是真實的 各位香港的朋友聽了這些 只有一個聽字 知道世界已經扯開了 過去中美關係很好 在香港的中間 又吃美國游泳 又吃中國游泳 中國製造的東西 香港貼個嘴巴 就運到美國 現在沒有了 Trump 的時期 已經不能做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這個標籤也叫做Made in China 故此香港在經濟衰退期間 這些偽工業都不能做 只剩下金融、房地產、內部消費 所以我們就要搞夜市了 不過最近香港政府發現夜市是不行的 是要搞日市才行 我覺得夜市、日市都重要 但最重要都是黃昏和午市 因為一天要吃四餐 即是一天三餐公仔麵是不行的 因為一天要吃四餐才飽的 所以在香港除了吃花生之外 就是日市、夜市、午市 以及黃昏市下午茶都是有得玩的 所以在香港是最幸福的 沒有空聽聽我說國際掌故 聽聽時事、娛樂一番 在這裡喝一口茶就吃個包 生活都頗寫意的